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一生冰刷小鞋頭 我是電子持人 我是美妖娜 哈囉 大家看過前面一系列桌上的馬可杯 總共有9款 也是我們的皮身馬可杯 前面就是有我們的大鞋頭馬可杯 還有我們的小鞋頭馬可杯 還有我們的五口馬可杯 最清楚的 還有我們的純白馬可杯 原口的 還有我們的小原口馬可杯 以及我們的愛心造型馬可杯 是我們愛心造型的把手喔 以及我們也是最熱賣的美財馬可杯 那最後呢還有我們的變色馬可杯 那以上呢這一系列呢就是有我們 一生印刷最熱賣的馬可杯 那很多客人呢都跟我說 印製馬可杯到底需要哪一些設備 那當然就是我前面的一台熱升華的專用印表 其實應該一台我們的熱轉印的馬可杯機 那問我們到底呢要用什麼樣的熱轉印設備呢 那我就跟他推薦一款我們的熱轉印四合一馬可杯機 那我為什麼推薦這一台的四合一馬可杯機呢 因為它有四種不同的發熱片 有我們的大小鞋頭發熱片 以及我們的兩種的大小鞋頭的發熱片 而這四種不同的發熱片呢 可以吸引到我們世界上 絕大部分的熱升華轉印馬可杯上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我們的印製過程吧 Let's go 有很多時候 我們先去看我們的架頭 Select我的意思 如何推薦 把 我們的馬克飛機它的開關是在我們的機身的右側 那開關顯示的面板是顯示off不會有升溫的動作 緊接著我們按著我們的OK是顯示我們的度C 再按一次OK顯示我們設定馬克飛機目前的溫度是200度 再按一次OK的話是顯示我們目前設定的秒數是180秒 然後再按一次OK的話是顯示我們現在目前機器的溫度 現在看到我們現在溫機器的溫度的話是197度 那我們機器設定的話是200度馬克飛是200度 那我們這幅度都可以操作 緊接著要來我們的硬燙的過程囉 以及我們最後充滿驚喜的變色馬克飛 它倒入熱水之後呢會將你的圖稱會直接顯現出來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變化喔 哇是不是非常的驚喜 這的話可以很非常適合的用贊送給你的朋友 其朋友都可以唷 所以我一直用表向 收拾看一下 我們今天最後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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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換我們的發熱片 那我們的發熱片更換的步驟呢 首先呢要先將我們的接頭然後鬆開 鬆開之後呢要將我們四個上面的螺絲也鬆開 發熱片的話就從下方取出 先拉開把手 取出之後呢再更換我們的小的發熱片 一樣從下方之後對位 然後呢再將我們把手往前推 將我們的四個螺絲給鎖上 好那我們記得要將我們鎖擠喔 再將我們把手往後推 最後呢再將我們的接頭 轉接頭要特別注意是 它有沒有缺口要緊責對位好我們的位置 再鎖擠 OK那我們更換發熱片就正式完成囉 好準備開始燙一拉 嗨我這邊就是已經完成好的馬克杯 首先呢我這個是我們的 小圓紅馬克杯 的虎口轉移馬克杯 好首先呢要將我們的虎口的部分呢 直接放進去 因為這虎口的部分一定要在外面 外面部分才燙一進去之後呢 才不會有一個幅度 燙不到 所以我們之後呢 我們家裡把手 來的相對位置 時間到了 我們來拆開來 一樣從外面的地方去做 那現在呢我們要準備 燙我們的鎖孔馬克杯 那客人呢記得一定要注意的是 在設計鎖孔馬克杯的圖案的時候呢 盡量的不要用到照片 然後裡面有人物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是扇形的圖寶 好那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也會提供我們的線包 給客人去做對位 因為我們虎形的部分 會在上面的時候 會將你的臉部 你的特質會放大 所以會容易變成 好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進入這個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 來看你們的馬克杯囉 首先呢 將馬克杯從外側的部分 將馬克杯進入 那記得呢 我們的那個 把手的部分 要卡在我們的 黑色的油塊 在我們的滷面 避免我們的馬克杯會滑出 好 好了之後呢 好 好 太開心了 終於訂製完成 所以今天我們的馬克杯 是透過我們今天這台 H13E熱身華麗表機 以及我們這台 四合一熱傳義馬克杯機 一支一系列的馬克杯 太開心了 完成